这个感情里面既有现实又有浪漫 其实我可能更多地看到的是浪漫那一部分 一个傻小子没谈过恋爱 所以当他在街上帮助了一个女孩之后 觉得这个女孩还是漂亮 他的一个爱情的种子被燃了起来 可是这个时候他碰到的这个女孩 刚刚失恋 一个男人长达一年的无微不至细致的关怀 是不是打动了你 这个臭小子其实挺爱你的 他不在乎你的 只是在这两年当中的一两件事 他更多地还是在乎你 所以感谢这段感情吧 都挺美好的 你是在大学里面人生第一次这么浪漫 你是为了这段爱情付出了人生的第一次勇气 什么时候想过离开过父母 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就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段感情特别美好 而最后当现实照进这段浪漫的爱情的时候 现实其实也挺美好的 但是你要想拿到现实的美好 需要智慧 不要怨天 不要尤人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的心里其实一直还是有你的 而且我高中那个同桌 我跟他也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 以后也不可能 就是我希望我们就还能继续走下去 其实我一直什么都不图就图你对我好 你看你现在这个态度 你让我怎么说呢 好了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祝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一起进入一辈诗爱情保存期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女朋友恋爱两年了 她为了我来到我这边工作 可是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容易生气 现在她没有工作了 这段时间她心情也不好 她想回去了 我现在很纠结 不知道该不该让她回去呢 爱情是融入生活 而不是占据生活 女朋友自己的人生 应该由她自己去选择 所以让她自己去做抉择吧 祝你幸福